雇主按照规定应该提供员工劳工保险 那么当遇到员工因工受伤的情况 应该如何处理就医以及向保险公司办理理赔的事宜呢 另外如果员工离职之后 雇主收到了律师信 是前员工在职期间因工受伤索赔 雇主又应该如何处理 来听听商业保险顾问的解答 这次作为雇主最头痛还有最害怕的 就是员工跟你讲 我因工受伤 然后要去claim你的劳工保险 那其实如果你按照法律规定 你作为雇主有买劳工保险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害怕了 但是如果你作为雇主的时候 第一时间要开个档案 要把受伤的日期 然后员工跟你讲在哪里受伤 如果你有这个witness 就是有人看到他怎么受伤的时候 也把这个人的名字该写下来 还有你应该做一个调查 看一下员工为什么会因工受伤 那以后有什么改善的方法 以后员工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原因 再有不同的这个受伤的情形 那此时如果员工跟你讲受伤的时候 你需要看一下情形 如果比如说很严重了的时候 你就该打911 把它送到附近这个emergency room 马上去这个就医 但是如果员工他跟你说受伤的时候 实际是一些occupational的injury 就是可能长期做某一个工作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往后有炉上了 你就这个时候应该要claim 要报这个claim给保险公司 往后去看保险公司指定的医生 通常保险公司指定的医生呢 你可以从他的保单里面 他有个电话号码 你可以打过去问你公司附近 或者员工家附近的时候 有哪一个医生可以看 或者保险公司也有网站 有一个website 叫NPN的就是medical provider network 你就可以看保险公司里面的医生 通常我会建议客人 先看一些工商的医生 occupational的clinic 不需要一定马上就去看这个specialist 因为好像保险公司的HMO一样的 只是他会先看这个人的受伤的情形 往后再refer到不同的这个specialist 去看医生的 那要记得去看医生之后 同时要把这个clin包给保险公司 通常有一些表格需要填 你要把员工的名字 一项的相关的资料 也给保险公司知道 你不需要全部的资料都知道 你该知道的多少就填多少这样子 那如果有时候 员工已经没有在这边上班了 但是你收到律师信说 员工在你上班的期间 有劳工保险怎么办 那你要看里面律师的利用 如果律师已经帮他填好员工的资料这个部分 只是缺孤主的部分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应该先看第一这个员工 是不是真的是你的员工 往后这个期间呢 是不是在你这边上班 如果都是的时候 你就把你孤主的部分填在表格上面 马上要给保险公司把这个claim包裹去 如果对方用律师来通知你的时候 不需要太紧张 因为其实劳工保险里面 也有律师会回这些律师信的 但是第一时间要把这个claim成立好 往后把这个claim number给对方 往后之后 对方律师会跟保险公司的claim adjuster 有这个对口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收到 热壳有关劳工保险的信的时候 最好要问清楚agent怎么去处理 对方律师来说